宅在家里真的安全吗 在香港才发生 楼上楼下的住户 疑似透过了厕所的粪管 造成了传染 我们也独家找到了 台湾的管线专家来分析 不管是天花板的通风管 还是厕所里面的排水管 真的有可能传染病毒 尽管你都把口罩戴紧紧 但是抬头一看发现了吗 大楼的通风管 其实都是上下联通的 如果楼上有人一咳嗽 你觉得你真的安全吗 真的不能大意 自立15年的专家直接点名 老房子高楼层 最需要注意管线里的危机 二楼的住户他假如抽烟的话 你在五楼是闻得到 因为他是把气味 从下面抽上去 有人他真的是 他得了这个新型冠状病毒的部分 他在二楼他咳嗽或是怎么样 会不会透过这个通风管 会上来的部分 不排除的这个可能性 他会先把这个打开 爬上爬下专家正在用特殊摄影机 帮管线照位镜 检查有没有不速之客 疫情爆发后这样的询问量直接翻倍 原来摄影机里能看出来楼上楼下的管线接到哪里 因为老公寓最常发生粪管排水管接在一起成为病毒温床 楼上他所排泄下来的这些粪便所产生的这些气味 那这些气味里面是不是他有这个病毒的这个残余 那也不排除有这种可能性的 看来在家也不能大意 专家提醒闻到异味就是不正常 另外电视前的你还能这样看马桶自主检查 虽然专家也强调病毒要经由粪管传播几率偏低 但小心为上总不会吃亏 东森财经新闻六支何昆元台北采访报导